爱心便当一颗颗陈列在桌上 准备将弱势朋友的肚子通通填饱 网路生纤电销公司直播主江俊兴表示 公司会举办这场活动 主要是希望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 通过最直接的方式来回馈乡里 未来每周三都会与里长合作 持续将爱心便当发送出去 我们秉持的原则就是 取自于社会用自于社会 所以今天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活动 的行动来发送这100个便当 给社会一些需要的帮助的人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底层 现在很难 大家也太贪心了 所以现在物价也都很高 很高涨 那前一阵子也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韬针直播 看到这方面的需求 以后我们会不定期的 发放这个东西 那便当的部分 这每个礼拜的礼拜三 下午1点半到2点半 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跟里长 里长那边索取那些换便当的证 有低收入户还是贫困的 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去领取 然后我们会持续做这些活动 回馈给社会 现场民众不乏经济弱势者 排队的民众表示 透过里长告知才知道这场活动 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 三餐其实不太稳定 能拿到这份便当非常的开心 行情非常很高兴 因为三餐都没问题 对我们都有帮助 因为我是做资本回收 对很多帮助就是 三餐都需要 三餐都有一些不稳定 这个事情由我们本里里长才得知的 物价飞涨 网路生鲜直播出身的江俊欣最能体会 他看到许多弱势民众为了三餐辛苦生活 十分不舍 活动现场也承诺 未来每周三都将与里长配合 持续发放爱心便当 陪伴乡亲朋友一起渡过难关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导